这样我给你准备一个礼物 代表我的心意 林总 不是给了好评就能当朋友的 这个道理你明白吧 我就是送你的礼物 表示一下我的歉意 不想要扔了吗 不好意思啊 我刚刚不是 我心动得要货债了 我吐了 你管喝不乐些 你放开他 哥 你是这儿的 还这儿吗 不不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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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疼吗 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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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不等 不等 那我走了 不 等 干嘛 你怎么跟大哥走那么紧 我哪有跟他走那么紧 你还当着我的面摸他的胸 什么摸他的胸 我只是碰了一下 怎么在你嘴里搞得像个女流氓一样 你都没有摸 总之你不要惹他 不然他就会像苍蝇一样一直烦你的 你不是喜欢苍蝇吗 我什么时候 他是你的大哥 哪有这么说自己哥哥的 他要是苍蝇的话 你就是小苍蝇 你怎么老帮他说话呀 你是不是在乎他 我没有帮他说话 我只是就是论事 你不要再提他了 是你提的 你吃醋了 没有 没有就好 没有的话就说说而已嘛 对吧 我觉得林芳这个人呢 也没有这么的不正经啊 但是 好像蛮可爱的 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回去了 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回去了 你就不能搬过来跟我一起住吗 固男管理住一起干吗 那固安生不是男的吗 他是我哥哥 我跟你呢就是债权关系 你是我的债主 何况我本来就欠你很多钱了 不想再欠更多 你可以不用还的 不行 我得还 我总不可能一直欠着你 那有一辈子的缘分 不也挺好的吗 倒可不必 我走了 林总 车费多少 我转给你 谈钱伤感情 谈感情也伤钱 我不过就是打了个顺风车 钱还是要给的 你 我不过就是打了个项目 又回来 一场 护手 我都回来了 我们已经做了一个好看 也有的 我一会儿 然后我呢 我认得要好看 岳哥哥 顾小姐 没想到你也来参加这款口红的发布会啊 我看了他们的宣传片 觉得他们的设计很新颖 所以就来看看 你应该很了解口红吧 毕竟女朋友喜欢用啊 女朋友 就是我姐姐顾安心 上次在宴会上 她还不是我的女朋友 是吗 我还在追求她 她还没有答应我 这样啊 那你可得多费点心思了 确实挺难的 你们女生都喜欢什么礼物 对我来说 只要是喜欢的人送我的礼物 我都喜欢 不过女孩子嘛 应该会比较喜欢 气味独特的香水吧 艾丽 你用什么香水 咕隆水 没什么参考性 抱歉 安心性格开朗 比较厚重的香水味道 应该不太适合她 她比较适合甜甜的水果香 顾小姐好像对香水很有研究啊 也没有啦 只是我比较了解安心嘛 毕竟她是我姐姐啊 需不需要我给你点推荐呢 那就麻烦顾小姐 不客气 这边就是工作区域了 马上一会儿见的同事不用开心吧 来 总监 安心啊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招式文化已经正式的编辑了 我是你组长 赵经理 不用这么客气 到了 那有什么事随讯找我 当然小事就不让她找我 毕竟我这人是乱七五天 好了 赵经理 那个找小头小王一样的 你认识啊 不想 那我去忙了啊 好 你进去回程 你好呀 你就是安心啊 我是小孤立墨墨 原来你长得这么可爱 你也比我更可爱好吗 你好 我是华春华 这是新出的钻子吗 你好 我是雷饼 安心啊 你这么搞笑 是不是啊 老板 确定好笑 那你怎么不笑 好笑 你们在笑什么呀 她是何春华的和 书齐的书 甄嬛的华 不是情深深远的 我 不好意思啊 我以为 我 对不起 没事 她就那样了 你别看她表现上没什么 其实心里可开心 毕竟咱们这副工作室啊 还缺少美少女啊 哪有 都是美少女 以后大家都是同事了 有什么不懂的 尽管问 我们这儿 好 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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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说这顿都排不上吗 怎么人都没有啊 我跟你们说 晚上这些评价都是刷的 也不一定吧 万一是没有到饭点呢 滑了呢 反正我们今天要庆祝一下 安心入职新公司 谢谢 这 这什么呀这 吓我一跳 请好 哥 我们没有点火锅 还有这些东西吧 不好意思啊 我们好像没有点红酒 还有这些 這是我們店的貴賓 林先生送給您的 林先生 我也是小爸爸 他不至於這麼浮誇吧 這裡都被我給包了 肉和酒都是我點的 不夠了還有 想吃什麼自己叫 隨便點 別客氣 怎麼樣 感動嗎 你動不敢動 那我活動呢 不好意思 我一會兒要開車 我妹妹不會喝酒 心裡的 那不可惜了 八二年的拉菲 這有哪個林先生 做的事挺土的 長得還挺帥的 就是我之前跟你說過的 那個土偶男 長得人模人樣的 可惜了就不好皮囊了 皮囊好嗎 不行 你們倆說悄悄話 我都能聽著 聽到又怎麼樣啊 這飯呢 它突然就不香了 大哥 這空箱漏水了 你給我 也就你是我第一 我讓給你 要不咱們先吃飯吧 吃 這什麼破鍋呀 你烤就糊了 你這麼烤能不糊嗎 你烤啊 你烤能不糊嗎 你烤啊 你这个叫青树玉兰胜玉兰 看到吧 这你小心一点 哪儿啊 没事 哥我去买些药膏 一会儿就回来 等着 安心 我们一起去吧 真恶臭 你干吗 我们不是去买药吗 玉兰 我跟你说话呢 那些爱演的人都不在了 我终于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做了 做 来 帮我涂药啊 早说你车里有药吗 白折腾 那我要是早告诉你 你还会跟我下来吗 所以你是故意的咯 那还不是因为你 总拒过于千里之外 你这么说就是我的错呗 不是 是我的错 安心 原谅我吧 不管再发生什么事情 我都不会再离开你了 原谅你是可以 只不过呢 我以身相许 我以身相许 我不是说这个 你想说什么 我是说 原谅我了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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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现在去哪儿 换个地方 吃烤肉 那我得跟我哥 还有悠悠说一声 把信息 哎 他们怎么还不回来 买了要这么久 嗯 行了 二位慢慢吃啊 他们也应该顾会了吧 走啦 我还有事先走 肉都烤焦了 你们俩快着点 挺好的呀 哥 我先溜了 一定要把悠悠安全送到家 我先回家了 早点回家了 海飞 朕先撤了 你好好抓住 跟我哥两人相处的机会啊 遵命 奴家一定努力 早日给你生个小侄子 艾生 你试试这个 可好吃了 谢谢 哎 哎 别喝红酒嘛 吃烧烤要喝就得喝白的 不罪不归击下 红元 来瓶白酒 干杯 优优 你没事 爸 没什么事 怎么了 头有点晕 你一会儿 能不能送我回去 好 悠悠 来来来 我去把车开过来 你在这儿等我 你一个人可以吗 放心 你好好去开车吧 我就在这儿等你 好 我马上啊 你干吗撞我呀 你是不是要砍我呦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是故意的 我看你就是故意的 大姐 谁会开你游啊 大姐 你喊谁大姐啊 我 你是不是瞎了眼了呀 我不是那意思 你才是大姐 你全家都是大姐 不好意思 我不是 快点 快点 不是 你别打人去了 你又喊我大姐 快 怎么了 怎么了 安生 他欺负我 这谁欺负谁啊这 就是你欺负我 不好意思啊 实在不好意思 我朋友有点喝大了 那个 要不然送你去个医院啊 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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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把他带回去吧 别在外边做妖儿了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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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悠悠 我们回家吧好不好 我送你回去 我累了 我想休息 我送你去车上吧 你怎么没电了 你别急 我给你充个电啊 悠悠 这儿没有充电的地方 我车上有 我们去车上吧 有 怎么没有 你放心吧 在哪儿充都一样 看 尤尤 尤尤 马上就要下雨了 我送你回车上吧 好吗 你总想让我上车 你是不是想对我做什么 修修的事情 没有 你误会了 我没有这意思 没事的 我早就想给你生小猴子了 好吗 香水 喝 没看出来你还研究香水呢 这是不是能给我加分啊 继续努力吧 对了 我到楼下了 我们可以出发了 好嘞 我换件衣服马上下去 等等 还少了点东西 别担心 有我在 有我在 那时候全家福吗 哪一个是你啊 真是看错误了 你能看着她 还看不上我啊 你们家怎么有苍蝇啊 你怎么在这儿 你们俩真是 呸 妈 这是安心 你这是安心啊 快进来坐 好 不好意思阿姨 刚才路上稍微有些堵车 没事啊 买了就好 哥 你们与好一起过来的 嗯 不好意思 未来嫂子 终于见到你了 你好 你们终于来了 阿姨好 阿姨好 今天这琴弹得不错 安心上大学那会儿 可比我弹得好多了 嗯 安心也是一鲁大学毕业呢 阿姨您不知道吧 我在出国留学之前 是在星辰大学读的本科 安心是我本科的同学呀 不对吧 我怎么记得安心 是不是大学没毕业呀 大哥 林芳哥 林芳哥哥 也不能这么说 安心其实 没错 我大学确实是没毕业 不过林芳总 至少我知道怎么尊重人 不像你 上了大学都没学会 挺可惜的 安心 林芳哥哥其实没有恶意的 你没有必要这么计较吧 是啊 想要听者无意 那就得说者无心 对吧 妈 妈 你听听 我就说吧 这安心脾气太大了 也不知道二弟 能不能驾驭得了 哎呀好了好了 你少说两句 巧了 我就是喜欢她这坏脾气 听听 聊什么呢 聊得那么开心 爸 叔叔好 爸 爸 叔叔好 安心 你好 跟你妈妈 长得一模一样 坐吧 叔叔 初次见面 给您带了一个小礼物 您看看 真是一个有心的孩子 什么东西啊 您打开看看 一只毛笔 真是名贵 叔叔 这是我妈妈生前最喜欢的一只毛笔 我把他带来送给您 留作纪念 谢谢 说到礼物 我也给叔叔准备了一份小礼物 杏儿可真是有心了啊 顾小姐可真是出手不凡呢 这是我机缘巧合得到的巴洛克艺术时期的画 既然叔叔喜欢的话 也算是为他寻到了知音 安心 你是不是什么话想说啊 这幅画 这幅画不是巴洛克艺术时期的画 而是角式主义时期的画 角式主义也就是样式主义 跟它的名称一样喜欢形式 这幅画的画风 刺激 奇异 它的主题也是晦涩难懂 这些都是角式主义时期的风格 说得没错 真不愧是小婉的女儿 好了 把这幅画放到楼上厕所去吧 你这不是故意让她难堪吗 就是故意的 你还挺气愁的吗 所以你以后不要惹我 老板 那这两个礼物你更喜欢哪个 哥 你有点事 还没事 安心 自从你妈把你生下来以后 我就再也没有得到过 关于你们母女俩的任何消息 这些年 你们到底是怎么过的呀 你妈妈怎么就突然 对不起啊 叔叔 我妈妈去世之后 我就生了一场大病 醒来之后很多事情都记不得 孩子啊 你真的是受苦了 我是你妈妈最好的朋友 如果说你不嫌弃的话 我希望你能够把林叔叔 当做是你的亲人 谢谢叔叔 林叔叔也有一份礼物想送给你 好 让我拿着 好 叔叔 这个礼物我不能收 你还没看 怎么知道能要不能要啊 您和我妈妈是舅交 我想当初妈妈帮您的时候 也没有想不到任何的回报 所以这份贵重的礼物 我真的不能收 看来你很清楚 这里头是什么东西了 安心 我尊重你的选择 如果说有天你想通了 随时来找我 你要知道 林叔叔也是你的亲人 林家随时欢迎你 好吧 好 大家是不是都饿了 吃饭吧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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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吧 来 二弟 吃鱼 他现在过敏 你看看我这脑子 还是心儿细心 也算 反正高中的时候 就数他们俩最好 可以说是两小无猜 而且 刚才你忙 你们之前认识啊 一个学校的而已 来 来 二哥 我没看错的话 你这表给安心姐带的表 是情侣定制款吧 没错 爸 看来你以后啊 可以经常看到安心姐了 林月 你今后可得好好对待安心啊 让她受半点委屈 我可饶不了你 听见没有 爸 您放心吧 好 安心 食材 好 是的 我吃点hot 我已经买了 我给你吃点 你吃吧 您吃饭 你吃饭 让我吃饭 能吃饭 你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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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小鸟 你吃饭 从我二哥出现开始 你的眼神就没有离开过他 我知道 你之所以答应我来我家吃饭 也是因为知道二哥在的缘故 你既然知道 为什么还带我来 因为这是你第一次答应我的邀请 就算是因为二哥 但至少也是一个好的开始 我对他的亲意 不会轻易改变的 我知道 但没关系 别忘了 你还欠我一次约会 随便你吧 我们去干吗 没关系 小 祝你们有一个美妙的夜晚 玩得开心 嗨 她们两个是不是 林总 艾琳 林光总她 要下雨了 我送你回去吧 你哄小孩呢 这这么好的天气 跟我说要下雨了 该不会是 你给我准备了什么惊喜吧 没有没有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真的要下雨了 走吧 那好吧 走吧 我总算是知道 你为什么这么讨厌你哥了 你怎么这么讨厌 钱不当钱华 就知道搞破坏 本来是想要给你一个惊喜的 记忆到了就好了 你等一下 这事要干什么 笨蛋的脸都弄脏了 我不用想要 你的问题 答案 我 那你要答应我 就是 你 我答应你 你又要干嘛 在故事宴会上 你欠我一支舞 我答应你 你合一次 你让我 axe 我后来 你现在是我的女朋友了 不许转变 快说好 好 那猫竟过去的不开心 创造更多更美好的外面 好吗 嗯 老林 嗯 怎么孩子说不要你就不给了 她呀 她是担心怕收了我这份礼啊 就等于是坐实了外人口中 我跟她妈妈之间的传闻 这个孩子啊 真是个好孩子 小婉在天有灵 也能拎摸 老板 就这么算了 那股份 能怎么样 没看两个人跟连体硬似的 至于那个顾安心 是挺有意思的 不过它不是我的目标 只要股份不到老二身上 咱们都行 到家了 好 你喝多了还是糊涂了 你干嘛带我来这儿啊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 好 好 嗯哼 好 早餐在桌上 冰箱里是给你的矿情水 想要微信吗 这是你喜欢的口味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又把这房子买回来了 现在我是这个房子的房东 你是我的租客 只不过呢 这个租期是永久的 你们也开玩笑吧 这是我们之间的欠条 但是我在背面加了一个条款 我 凌月 承诺将房子出租 且只租给顾安心小姐 永不涨租 永不售卖 如果有违未合约内容 将视为主动放弃房子的所有权 且房屋归安心小姐所有 你任何合约写的 也对你太不公平了 不会啊 我觉得挺公平的 我是房东 你要给我租金 很平等啊 就像这个欠条 好 当初我让你的便宜 现在到底占一把 谢谢你 这里是我们感情的开始 现在是我们感情的延续 我们会紧紧地抱在一起 再也不会分开了 你